隋唐演绎中的陈咬金运气极好 经历了六朝 活到了一百多岁 真实历史上的她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真实的陈咬金活到了77岁 并没有演绎小说里那么夸张 而陈咬金的真实经历 也和演绎小说里描述的形象相去甚远 当然 真实的陈咬金一生也是相当传奇的 陈咬金本是山东东平县人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改名叫成之杰 和演绎小说里描述的不同 陈咬金其实并非出生草根 陈咬金祖上也是官宦世家 一直到陈咬金他爹那辈 都是做过官的 只不过可惜的是 陈咬金做的是北齐的官 北齐被灭了之后 陈咬金也就家到中落了 到了陈咬金出生的时候 陈咬金确实已经衰败了 但破传还有三分钉 陈咬金在当时还是很有威望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 陈咬金能够在当地 轻易拉起一只数百人的队伍 保卫乡里 不过陈咬金能够给陈咬金提供的帮助 也就只有这些了 在之后就只能靠陈咬金自己了 拉起这几百人的队伍之后 陈咬金也算有了自己的山头 不过此时隋朝已经是彻底大乱的时期了 这几百人根本连个浪花都见不起来 所以最后 陈咬金为了带着这几百人生存下去 只能加入瓦岗军 陈咬金加入瓦岗军的时候 瓦岗军正是李密掌权 演义小说里面 瓦岗军是陈咬金和秦琼等一众好汉建立起来的 在瓦岗军当中 陈咬金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皇帝 可惜后来被李密篡权 而正史上的真实情况则截然不同 正史真实的瓦岗军是一个叫宅让的人建立起来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瓦岗军都只是随莫众多农民起义军当中 极不起眼的一伙 直到后来李密加入之后 瓦岗军才开始迅速扩张 成了随莫最强的农民起义军 至于李密这个人 也不像演义小说里说的那么猥琐 而是极有才华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才让瓦岗军一跃成为最强的农民军 不过李密这个人手段比较狠 在瓦岗军内部掌权之后 直接干掉了宅让 自己做了瓦岗军的领袖 干掉宅让之后 李密急需在瓦岗军内部培植自己的势力 恰好这时 程咬金加入了他的麾下 自然得到了李密的重用 不过程咬金加入瓦岗军之后没多久 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因为在江都那边 杨广被麾下的禁军给勒死了 杨广一死 随朝等于就此覆灭 天下彻底分崩离析 李密原本正在和王世云死磕 进攻洛阳 在阳光死后 李密为了不复被受敌 不得不暂时和王世云休战 转头去对付身后的宇文化级 经过一番苦战之后 李密虽然打垮了宇文化级 但自身也损失惨重 就在李密刚刚打垮宇文化级之后不久 王世云就再度来袭 这一次 已经伤痕累累的瓦岗军 自然不是王世云的对手 最终 瓦岗军被王世云打垮 而程耀金也被王世云俘虏 当时和程耀金一起被俘的 还有大名鼎鼎的秦二爷秦琼 两人被俘之后 王世云对两人倒是颇为礼遇 毕竟人才难得 程耀金和秦琼 都是擅长冲锋陷阵的猛将 恰好是王世云最需要的 所以王世云非但没杀他们 反倒生两人做了将军 然而 对于王世云的这份礼遇 程耀金和秦琼两人却并不买账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王世云人品不太行 王世云这个人 其实也是一代枭雄 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 但在性格方面 王世云为人狡诈 贪婪卑鄙 这样的人怎么看 都不像是最后能成大事的人 程耀金和秦琼也不傻 觉得将来王世云肯定会败王 所以 他们两人与其留在这里 陪着王世云一起失败 还不如早点逃跑 所以奇葩的一幕就出现了 后来王世云进攻关中 和唐军展开了战斗 唐军那边领头的便是李世民 两军开战之际 出现了极其奇葩的一幕 身为主将的秦琼和程耀金 上阵之后 先是给王世云行了个礼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清随 跑到唐军那边去了 仗还没有开始打 将军就投降了 而且还是临阵投降 这还打个球啊 王世云那边 自然是杀了程耀金的心都有 不过碍于唐军的威势 也不敢来追击 倒是唐军这边 李世民倒是得了一场意外之喜 仗还没开始打 对方主将就临阵投降了 这自然是好事 加上秦琼 程耀金二人 本就以擅长冲锋陷阵而闻名 李世民对两人也是十分后代 就这样 程耀金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此后程耀金开始追随李世民 参与唐朝统一天下的战争 先后参与了征讨刘武周 王世云 窦剑德 刘黑榻等战争 在李世民麾下 程耀金和秦琼二人 扮演的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角色 李世民当时麾下 有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 叫做悬甲军 这支悬甲军装备极好 战力极强 人人皆有重甲 随末那会儿 李渊占领长安之后 已经是天下诛强当中 最为强大的一个 但就算这样 李家砸锅卖铁 也只凑出了3500起悬甲军 这支悬甲军的造价之昂贵 装备之精良 由此可见一斑了 而这支悬甲军 在战场上一直有李世民直接统领 而在李世民之下 悬甲军内部设置了四位统领 分别是 秦琼 程耀金 玉池公 宅长孙这四人 这四个人当中 估计只有宅长孙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另外三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顶级猛将 李世民作为秦军统帅 自然不能经常带着悬甲军 上阵冲锋 所以大多数时候 基本上就是他们四个人 带着悬甲军去冲阵 程耀金到底有多猛 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要多说一句 演艺小说里 程耀金是持两把板斧打仗 但实际上 正时尚的程耀金 其实比较喜欢用马朔 打了几年之后 唐朝终于统一了天下 不过程耀金的日子 却并没有就此太平下来 因为随着李世民的功劳越来越大 李世民和他大哥李建成的矛盾越来越深 两人为了争夺太子之位 闹得不可开交 程耀金作为李世民的下属 自然坚定站在李世民这边 为李世民摇起呐喊 就这样到了武德九年 武德九年 李世民终于下了狠心 在玄武门打了一场埋伏战 亲手干掉了自己的大哥李建成 在这场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当中 程耀金自然也是身先士卒 冲杀在前立下了大功 所以 玄武门之变后 随着李世民登基称帝 程耀金也被候赏 直接封为右舞为大将军 玄武门事变这一年 程耀金38岁 此后的20多年里 程耀金一直是李世民最信任的将领之一 替李世民镇守一方 不过此时的程耀金 到底已经不再年轻 很难再继续带兵上阵冲杀了 至于指挥大军打仗 不好意思 程耀金是将才 不是帅才 这个工作 他确实难以胜任 对此 李世民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后来 一般都让程耀金去镇守各地 或者替他守卫一下宫镜 至于真观年间的几场对外战争 程耀金基本上就没怎么参加过了 就连后来李世民亲征高沟离 程耀金都没有再去前线征战 而是坐收藏安城 替李世民看家 正观17年 李世民因为怀念昔日的那些功臣 决定在林烟阁上 留下24位功臣的画像 在林烟阁24功臣当中 程耀金名列第19位 这里要多说一句 程耀金之所以名列第19位 不是因为他在李世民心中不重要 而是因为林烟阁功臣榜的排名顺序 是按照真观17年上榜之人官职大小来排的 程耀金当时身上最大的官职 是左领军大将军 前面的那些人官职都比他大 所以排在了他前面 正观23年 李世民驾崩 这一年 程耀金61岁 李世民驾崩之后 是程耀金亲自率领进军 护送当时身在翠薇宫的太子李治 返回长安 回到长安之后 程耀金仍是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继续给李治连续守了三个月的大门 直到李治顺利登基 坐稳了皇位之后 老程才终于休息了 此后的几年里 程耀金继续替李治镇守军中 看着朝中风起云涌 在这期间就发生了著名的费王立武事件 大致就是李治废掉了自己的皇后 强行立自己宠爱的武则天做了皇后 再之后李治又以此为契机 大肆清理掉一批贞官老臣 最终踩着这些贞官老臣 掌握了唐朝的最高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 程耀金倒是没受什么冲击 程耀金虽然是贞官老臣 但一直只在军中做事 从不设计朝政 不参与朝中的争权夺利 再加上当年程耀金对李治有辅佐商位之功 李治掌权之后对程耀金依然十分信任 再之后因为李治清理了大批贞官老臣 再加上确实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大多数开国老将此时都已逝去 程耀金作为硕国仅存的军中老将 自然更被李治所倚重 公元656年 已经68岁的程耀金被李治派去了西边 担任聪山道行军总管 到了西域之后 程耀金带人和西突厥打了一仗 但是在战争当中 因为和副将出现了一点小摩擦 导致唐军出现了一些死伤 这一战之后 程耀金因此被免关 但也没有受到更多的责罚 在西域打了一仗之后 程耀金终于明白 自己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 可以扛着马朔 在战场上很勇无敌的绝世将军 而是一个身体不再强健的老人 所以自此之后 程耀金彻底退休回家 在家一养天年 几年之后 程耀金病逝于家中 中年77岁 善中 作为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将军之一 程耀金真实的一生 其实同样十分精彩 从壮年起兵 到后来追随李世民横扫天下 再到后来镇守一方 程耀金这一生实在是波澜壮阔 见证了整个出唐的兴衰起伏 最后多说一句 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武则天登基之后 大肆杀戮李唐功臣 却没有对程耀金下手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程耀金死的时候 武则天还没登基呢 那会儿武则天还只是一个皇后而已 至于演绎小说当中 程耀金活了120岁的说法 那纯粹只是杜撰罢了